国家重点表扬的五位明星 你知道几个 第五位 吴京 吴京这位硬汉演员兼导演 凭借着《战狼》系列电影 不仅创造了票房神话 更点燃了国人的爱国情怀 他始终秉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厚意 用自己的作品传递着正能量 在现实生活中 吴京也是一位热心工艺的人士 他积极参与抗震救灾 多次前往部队慰问演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军人的尊重 而他的硬汉形象 也跟当下娱乐圈的某些不良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他也受到了央视的典名表达 第四位 古天乐 古天乐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低调务实的作风让人敬仰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更热衷于慈善事业 古天乐捐建了一百多所希望小学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教育机会 他始终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用实际行动为孩子们点亮了未来的希望 他不仅在荧幕上展现出了英雄气概 更是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 因此他还获得了第十六届世界杰出华人奖 第三位 赵丽颖 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 赵丽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可爱的形象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拼搏进取 更在社会责任上展现出坚毅与担当 在多次救灾过程中 赵丽颖积极参与军款捐物 此外他还经常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责任 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正能量偶像 而他的这些善举也受到了央视的点名表扬 第二位 韩红 作为一位资深的音乐人 韩红不仅拥有天籁之音 更有一颗关爱若是群体的善良之心 多年来 韩红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发起成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投身于医疗援助 教育扶持等领域 帮助了无数的贫困家庭 让他们重拾信心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每当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 韩红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爱的力量 他的善举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 成为公益事业的典范 因此 他也受到了央视的点名表扬 第一位 刘德华 作为华语乐坛和影坛的长青术 刘德华凭借卓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 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他不仅在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社会责任 多年来 刘德华一直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 捐资助学 扶贫帮困 赈灾救济等善举不断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感染着无数粉丝 传播着正能量 成为了社会的典范 受到央视点名表扬 以上这五个人 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更是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社会责任 展现了崇高的社会贡献和价值 让社会充满了正能量 这才是我们真正该追捧的明星 为他们点赞致敬